两连胜,中超降级大热收获两大好消息,中甲峰罢成就是主中超第16轮,降级大热门大连一方在主场1比0战胜夺冠热门上海上岗,算是爆了一个大冷门,从0到8到1比0,大连一方在舒斯特尔的带领下确实进步了,凭借这场胜利,大连一方的积分达到13分,距离倒数第三位,的重庆斯威只有2分的差距。 大连一方看到了摆脱降级区的希望,这是非常重要的三分,不少球迷甚至把战胜上岗看作是赛季的粉水岭。 第17轮,大连一方继续主场作战,对手是攻抢手弱的广州复利,有意思的是,赛前,两队都抱怨一件事,那就是球场草皮,因为前段时间连续举办了两场演唱会,草皮质量很差,复利和大连一方,都属于传播。 大连一方已经收获了两大好消息,首先就是战胜复利后。 大连一方的积分达到16分,暂时超越重庆斯威,排名倒数第三位,这是大连一方在本赛季首次跳出降级区,考虑到重庆斯威本轮的对手是山东鲁能。 大连一方有希望在本轮比赛全部结束后保住该位置。 第二大好消息是大连一方的三万元状态太出色了,上演帽子戏法的穆谢奎自然是全场最佳球员。 这位本来接近被放弃的球员成为大连一方的救世主,三角射门展现了十足的功力,依稀有超级前锋的风采。 引进卡拉斯科、盖坦等大排球星后,穆谢奎被定位为中甲水平的前锋。 但这位中甲锋罢,上演了边缘球员逆袭好戏,重点要说的是卡拉斯科,这位被誉为天才的球员在进攻端依然很出色,能传能突,是进攻的核心。 更重要的是,卡拉斯科不惜体力的奔跑、抢断以及回撤防守对球队太重要了。 当卡拉斯科在前场被断球后,他会马上就地反抢甚至冲刺回追。 当球队要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防守时,卡拉斯科也会回撤到很深的位置进行防守。 24岁的卡拉斯科在初来大连时被报指责教练,指责队友,不少球迷猜测卡拉斯科很难长时间留在中超。 但现在,我们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卡拉斯科,24岁天才华丽蜕变,卡拉斯科,盖坦,穆西奎,都是非常积极的球员。 都是不惜体力的奔跑并参与防守,他们就是要发挥出全部实力来帮助大连保急,这才是职业态度。 最近处在漩涡中的维特赛尔、莫德斯特在这些方面显然有差距,三大外援的出色状态和积极态度是大连完成保急的强心计,大连慢慢将保急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了。 中超需要像卡拉斯科、穆西奎这样的好外援,他们才是本土球员学习的好榜样。 中文字幕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